日本政府宣布了 明天开始要排放寒川和废水到太平洋 引发了各国的关注 香港 澳门都已经宣布 明天起要禁止日本 10个县区多种的食品进口 石耀署回应说我国目前不会跟进 但是对接下来日本进口的鱼货跟鱼产品 是否寒川会持续的检测 未来只要发现检验结果跟背景值相比出现异常 就会跟专家开会讨论 葡萄核灾12年后 日本政府拍板24号开始 要将福岛第一核电厂的寒川和废水排放入海 让周边国家强烈反对 我国渔民同样忧心忡忡 根据计划日本至少要花上30年时间 排放大约130万吨 日本处理过的核废水 石耀署也和原能会合作研发出川的检测方法 从去年第四季开始 抽验边境日本青鱼 秋刀鱼等一共25批川残留值检测 今年也在针对鲑鱼牡蛎的227件进行检验 检验结果皆低于背景值 未来只要发现日本输入的水产品跟背景值相比出现异常 就会跟专家开会讨论 不过对比我国要在边境检验水产品 香港澳门则是直接宣布要禁止日本十个县区多种食品进口 没有看到风险有任何改变 不会改变对日本食品在边境的管制措施 这个是监测 所以我们是去跟业者买他输入的产品 然后政府部门送验 消暑目前没打算跟进港澳禁止日本食品进口 而气象局预估台湾附近海域会在福岛排放四年内 出现两次比较明显的川浓度 消暑回应经历两年每一年都会针对日本水产品做100件抽验 为余货食安把关 记者为替叶林凡蔡志恒作合报道 民众踢爆大台北果菜市场有摊商疑似挂羊头卖猪肉 民众在这里购买的羊肉火锅肉片 送去进行两次的SGS检验 结果不但没有验出羊肉成分 反而在里面验出了猪肉的成分 当事业者表示说他们自己也不知情 只是根据了解目前国产羊肉火锅肉片 售价约在美金200元到380元不等 而这名业者呢 售价是两斤两百五 的确跟市场的行情有落差 现在新北市卫生局介入机场 传统市场购买肉品便宜又方便 但有民众投诉 出现假羊肉在市面上流窜 民众从大台北果菜市场 一家专卖海鲜的摊贩 购买低于市价的羊肉火锅肉片 意味捡到便宜 但进行两次SGS检验 结果没验出羊肉 反而是验出猪肉成分 之一摊商挂羊头卖猪肉 但当事业者跳出来很冤 一斤一百二两斤两百四两百五 厂商送来的时候 我们给别人的时候 其实我们看不出来 可能东西取错 因为他们猪牛羊 他们都有在卖 业者自称也是受害者 但民众买肉 羊肉猪肉分得出来吗 分不出来 你吃下去的口感就会有差 说真的有时候是 零个人良心 其他肉商盘盐 一般消费者肉眼难以辨认 但如果将猪肉 佐以香料和羊油调味 的确可能一价乱真 根据了解 目前国产羊肉火锅肉片 价格落在每斤两百多元 到三百八十元之间 但这家业者贩售的价格 两斤两百五十元 的确和市场行情有落差 食药署和新北市卫生局都已经介入调查 如果是标识不实 罪重可处四百万元 但如果是仓位假冒 可依法处七年以下有期徒刑 得病科罚金八千万元 是不是挂羊头卖猪肉 等五到七天的检验报告出炉 说实话 记者综合报道 有民众日前从美式卖场 好市多买了一款有机中筋面粉 结果竟然在面粉堆里面 发现有活体虫 有网友留言说 自己买了同款面粉 也遇过相同的状况 对此好市多卖场回应说 目前还没有收到这名会员的反应 希望会员把产品送回卖场 来协助厘清事发的原因 而医师表示了 面粉出现肥虫 代表着环境卫生条件不佳 可能是在制造运送 或保存过程出了问题 如果民众误食 可能导致食物中毒 面粉堆里 居然出现了一只蠕动的肥虫 民众从美式卖场 买回这款有机中筋面粉 崩溃发文说 将面粉分装冰冷冻 结果到的时候 发现好多一丝丝的东西 面粉上一颗颗的 应该就是虫软 最后还拨到了活体虫 网友看了直呼 好恶心 但美式卖场 同款面粉出包并非第一次 有网友六月就曾提醒 新开封的面粉 袋口有丝状的异物 还有一只虫 袋内还有牵丝的东西 而早在四月 民众也买了同款面粉 发现了乳虫 退货的时候 业者还承诺会向总公司反映 没想到隔了四个月 还有类似状况在发生 代表说卫生条件不好 到底在制造端 或者说在应送 还保存不当导致的 这点还要继续分析 吃下肚 就担心会造成食物中毒 而美式卖场好事都表示 目前还没收到 这名会员反应 希望会员能将产品送到卖场 协助厘清事发原因 但美式卖场食安连环报 光是八月份 除了面粉以外 鸡胸肉也曾出现过肥虫 还有甘落综合包也被剪出残留农药 食药署统计 截至上午为止 业者已经回收 70.296公斤的毒甘落 实际违规的财阀金额 还在演绎当中 记者综合报道 八月初受到了台风 西南气流的影响 高雄桃源山区降下了强降雨 导致南横公路 鸣坝克路桥 钢便桥被冲毁了 别想到连日大雨 又爆发了土石流下冲 河床淤积将近七米高 公路单位又再度封闭了 鸣坝克路桥钢便桥 只提供行人通行 对此桃源区公所也紧急宣布 包括了复兴里 拉斐兰里 以及梅山里停凡停客 山区大雨又来了 滚滚泥流不断冲刷桥蹲 天空伴随闪电 烧倒大雨导致高雄桃源 玉碎溪爆发土石流 南横公路鸣坝克路桥钢便桥 又再度紧急封闭 河床预计将近七米高 临时变道一度法通行 一半月初 明巴克路桥钢便桥 才受到卡努台风 西南气流影响 遭大雨冲毁 没想到时隔将近20天 又受到大雨影响 临时河床变道又封闭 桃源区公所也紧急宣布 23号复兴里 拉斐兰里梅山里停班停客 桌子非常严重 所以当下6点半 就宣布停班停客 一些重大病患 甚至还有我们的农作物 农民 现在都卡在那个里面 连外道路再度中断 除了民众需要下山看病 另外正值金黄芒果采收剂 公路段也紧急安装 便桥护栏 提供行人通行 慢慢走没关系 河床的寒床变道 就整个被淹没 全吊式的吊车进场 先将在秀物中的干便桥 紧急来搭设 抢空便桥时间还在评估 相关单位评估证毁 甚至比卡路台风来袭时 淤积还要更高 出动六部挖土机 具要抢时间进行收复 更要确保对外交通安全无余 接着高雄这么大